开罚 男子向警出示他自制的假驾照 警察直轻时常会遇到驾驶人没带驾照 但中国这名男子做了件异想天开的事 柳州市有名交警拦下一位机车骑士 要求他出示驾照 这位老兄不慌不忙地拿出他自制的驾照 他的驾照就是张手鞋纸 还贴上了他的证件照 警察告诉黎世平 这名男子姓唐 他很淡定地拿出假驾照 驾照外壳居然还是正版的 壳内装的就是一张纸 就像从书本撕下来的纸一样 上头手写了驾照所需的完整资料 警察询问男子驾照之事 唐先生稀松平常地说 他懒得去考驾照 他也不想花钱去驾训班 驾照的外壳显然也是他自制的 他心想遇到警察只要出示驾照就好 唐先生说他没料到警察会真的打开来看 虽然警察被唐先生莫名其妙的行为逗乐了 他的机车还是被扣留 唐先生隔天还要去警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